古本大学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德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 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于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于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于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于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于成其意者 先至其知 至知再格物 物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意成 意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加其 加其而后国智 国智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莫智者 佛已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为之有也 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智也 所谓成其意者 无自欺也 如恶恶秀 如好好色 此之位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毒也 小人贤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厌然 掩其不善 而助其善 人之事己 如见其肺肝然 则何意 此谓成于中 行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毒也 曾子曰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其言乎 富润乌 德润身 心广体盘 故君子必成其意 时云 瞻彼其欲 录珠依依 有匪君子 如切如搓 如拙如磨 色息献息 何息宣息 有匪君子 终不可宣息 如切如搓者 道学也 如拙如磨者 自修也 色息献息者 寻力也 何息宣息者 微疑也 有匪君子 终不可宣息者 道圣德至善 民之不能妄言 时云 悟乎 前王不妄 君子贤其贤 而亲其亲 小人乐其乐 而利其利 此以末世不妄言 康告曰 克明德 太甲曰 故事天之明命 地点曰 刻明俊德 皆自明也 汤之盘明曰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康告曰 做新民 诗曰 周虽旧邦 其命为新 事故君子 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 邦积千里 为民所指 诗云 民漫黄鸟 指于秋鱼 子曰 于指知其所指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 木木文王 乌姬兮静止 为人君 指于人 为人臣 指于静 为人子 指于孝 为人父 指于词 于国人交 指于信 子曰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始无颂乎 无情者 不得尽其词 大为民智 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 再正其心者 身有所奋斥 则不得其证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证 有所好要 则不得其证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证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 再正其心 所谓 其其家 再修其身者 人知其所 亲爱而辟焉 知其所 见恶而辟焉 知其所 敬畏而辟焉 知其所 哀惊而辟焉 知其所 傲舵而辟焉 古号 而知其恶 悟而知其美者 天下贤疑 故厌有之曰 人莫知其死之恶 莫知其苗之朔 此谓 身不修 不可以 其其家 所谓 治国 必先 其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故君子 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 孝者 所以 所以 士君也 替者 所以 士长也 辞者 所以 使重也 康告曰 如宝赤子 心诚求之 虽不重 不原意 为有学养子 而后嫁者也 一家人 一国兴人 一家让 一国兴让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其机如此 此位 一言愤世 一人定国 姚舜率天下 以仁 而民从之 节奏率天下 以报 而民从之 其所令 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 士故 君子 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所藏乎 身不术 而能 遇诸人者 为之有眼 故 治国 在 其其家 士云 陶之夭夭 其夜珍珍 知死于归 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叫国人 士云 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 而后可以叫国人 士云 其宜不特 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 兄弟祖法 而后民法之眼 此位 治国 在 其其家 所谓 凭天下 在治其国者 尚老老 而民心笑 尚掌掌 而民心替 尚续 而民不备 是以君子 有写取之道也 所募于上 无以始下 所募于下 无以世上 所募于前 无以先后 所募于后 无以从前 所募于右 无以交于左 所募于左 无以交于右 此之位 携取之道 士云 乐指君子 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 好之 民之所悟 悟之 此之位 民之父母 士云 皆比南山 为时延延 赫赫诗眼 民聚而沾 有国者 不可以不慎 辟则为天下 路也 士云 因之未丧师 刻配上帝 一见于因 俱命不易 道得众则德国 施众则施国 是故君子 先甚乎德 有德 有德 刺有人 有人 刺有土 有土 刺有财 有财 刺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外本 内莫 争民 失夺 是故 财聚 则民散 财散 则民聚 是故 言背而出者 亦背而入 货背而入者 亦背而出 康告曰 唯命不于常 道善则德之 不善德施之也 楚书曰 楚国无以为宝 为善以为宝 旧范曰 亡人无以为宝 人亲以为宝 秦氏曰 若有一个臣 断断息无他计 其心修修焉 其如有荣焉 人之有计 若即有之 人之厌胜 其心好之 不斥若自其口出 时能容之 亦能保我子孙黎民 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计 冒及以物之 人之厌胜 而为之彼不通 时不能容 亦不能保我子孙黎民 亦曰哉 为人人放流之 顶诸四宜 不予同中国 此为为人人 唯能爱人 能误人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掀 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过也 好人之所悟 误人之所好 是为福人之幸 栽必代福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 交叹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为之者疾 用之者疏 则才横足矣 人者以财发身 不人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人 而下不好义者也 未有好义 其事不忠者也 未有俯顾财 非其财者也 孟宪子曰 序马圣 不差于鸡屯 罚兵之家 不序牛羊 百圣之家 不序巨脸之臣 于其有巨脸之臣 宁有道臣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掌国家 而物财用者 必自小人矣 彼为善之 小人之始为国家 灾害病治 虽有善者 亦无辱之何也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搜索